斯大卡拉县地检处的枪支暴力专责小组突击在圣河西的一所名宅 起获了多把枪支和可引爆的装备 也拘捕了一名37岁男子 地检处表示突击搜查的地点是 Baley Avenue 2200号路段的一间房子 当局在现场找到已经装好爆炸物 海洛英和四把枪 其中包括一把没有编号的攻击性轨枪 警方拘捕了37岁的Christopher Paul Roberts 他居住在这屋内 地检处控告他拥有破坏性装置 拥有可以用来制造爆炸物的零件 拥有与制造攻击性武器 以及在被禁涌枪的身份持有枪械 地检处表示反枪械暴力专责小组的宗旨 是从可能威胁到社区安全的人手中取走枪械 这样就会是在这里的牧场便宜 我们在这里的牧场保重大的 好处 然后平均中间央下落坏性能 再去浮測这些车子 我们在简单的可好 好处 这种眼影 好处 我们在简单的上次 好处 好处 好处